富邦慈省基金会为了鼓励偏乡弱势学童勇敢追梦 特别邀请基金会代言人周杰伦与富邦勇士队的球星一同洗手做公益 在北新国小举办了公益篮球活动 小朋友们有机会和心目中的偶像歌手及篮球明星同场较劲 显得相当的兴奋 富邦慈省基金会为了鼓励偏乡弱势学童追求梦想 在新田区的北新国小举办了勇士J盟为你加油公益篮球活动 特别邀请到了基金会代言人周杰伦与富邦勇士队SBL的吴勇仁 林书伟、陈孝荣、宋宇轩、洪志善等五位球星一同做公益 富邦勇士队球员除了亲自指导来自新北市基隆等地的70多位偏乡学生打篮球的技巧 周杰伦还与刘根宏、林书伟组队与勇士队球星在示范赛中互尬球技 精彩对决让小朋友们尖叫声连连 我们成立用爱心做朋友这个助学活动的目的 只要是在帮助所有经济弱势跟喷香支援较差的一些学童们 让他们能够安心的就学 以及能够有更多学习的一个机会 到今年为止呢 受益的小朋友已经超过20万人 另外周杰伦还化身为音乐老师 透过了投影钢琴弹奏听妈妈的话 与现场的小朋友温宣合唱 同时也传授大家如何练好球 有人看的时候就会很紧张 会紧张 对很紧张投完就会投不准 不过呢私底下一定要偷偷练 不要告诉同学自己有偷偷练 就像不要告诉老师我有读书 其实我有偷偷读书这样 结果隔天考了100分 老师觉得哇很惊讶 如果你是告诉我我有练 我有练 我有练 结果打不好 感觉是不一样的 所以逆向操作 富邦基金会期待 透过这次的公益篮球营活动 可以培养孩子们对运动的兴趣 并且号召更多有爱心的社会大众 透过运动的真相力量 帮助弱势学童 记者声明这门奇异新店 采访报道